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支大馬士革刀 這是在2010年買的 現在盒子不是用這種的 現在盒子是用那個 拔口鐵 那種 壓著就扁掉 這個盒子大致還好 但這邊被 撞破 這個是寄到 寄來台灣的時候這樣 在灰機裡面這樣撞 把這個撞破 這個不稀奇 因為這個美國的盒子 它都不是寄航空的 它都不是設計這寄航空的 那在灰機裡面會有這樣氣流 震盪 有時候這樣 又要氣流 會這樣 我們以前寄那個巴克 巴克的那個黃色 黃黑的盒子 那個都更薄 那個常常來的時候 這兩邊都破掉 那把這邊也撞破 那邊也撞破 等於撞了四層 可是盒子沒有用 盒子都找很多位陣容 美國人他們一來都把盒子丟掉 美國人買刀沒有在考慮 以後要不要賣 只有這個要賣的人 以後要賣的人 才會去考慮用盒子 這個刀是主角 盒子跟皮套都是配角 所以你在挑剔這個皮套 這個包廠他們是 沒辦法跟你講 因為他們 這皮套不是他們做 皮套來 只要可以裝進去 它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盒子 盒子 盒子就這樣 浪費時間 繳盒子 這個沒辦法 好 這皮套 這皮套也是 210年到現在20年 10年 10年 這皮套 你看 皮套 你不要看一下這個皮套 雖然很簡單 但是該有的都有 這邊有一個保護條 因為黃紙刀進去的時候 把這個 這個 紅線割斷 所以這邊都有邊條 所以你要看一個皮套 好不好 你一定要看它有沒有邊條 沒有邊條 就是它 它就是兩片黃起來 這是有啊 皮套就是有 沒有去考慮這個 以後使用情形 所以最基本 然後扣帶 像這個皮套你要講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講 嗯 這有一點 你看 插著這個 那個 進進出出 對不對 然後這個這樣有點氧化 所以看起來 顏色有一點暗 但是這個皮套還是這樣 還是很堅固 你看這個皮套 熊一子的皮套 它是做的 該做的它都會做 你看它這邊有 有這個 塗膠油 這個 為什麼叫塗膠油 它這個皮套 它是皮 皮 沒有處理 就這樣毛毛的 像這樣 因為這個比較重要 部紐圖 其他人都沒有圖 你要圖像這種東西 機性沒辦法圖 用人工圖 用人工圖 用人工圖的話 它有時候就會把這個東西 刷到 刷到 因為它是 焦有黑色的 有黑色跟咖啡色 就會把它用上 所以 基本上 這些 很繁瑣 這些都 它 都沒做 那這個 買的 你可以買來的時候 自己在做 然後自己在塗 那 它這個 這個 這邊 還要打磨 還要打磨 因為你 不做這些的話 它皮 它就會開始混化 會粗粗的毛毛的 然後就容易 這個 吸水 髒 那皮就會 水進去 髒的分子進去 它就會垮掉 會蓬鬆 鬆鬆 就會變形 不耐用 變形的話 有時候 這些 紅腱會被 拉斷 那個 所以 皮套 這些都應該要做 自己要做 它要把它打磨 然後再 再 上一層 膠油 上膠油的話 可以把這個 皮 跟空氣 隔結 上兩層 就更保險 所以 玩刀的人 最起碼 要懂得上這個膠油 要懂得上這個膠油 它有時候時間 久了以後 這個膠油會掉 會剝落 因為 因為這種所有的漆 它都是這種 樹脂類的 樹脂類的東西 會老化 時間到會老 老化程度 要看你在哪個地方 還有你在保養狀況 我以前在美國住 那個 阿拉巴馬 那個地方 阿拉巴馬 是印第安人在住 那個地方很乾燥 風沙很大 那 有的那個大法式的 倒泥 你不上油 它也不會生鏽 那你在台灣 你這個大法式的 倒泥桿不上油 那幾個月就給你生鏽 它這個 這個 皮 你看 像這邊 這個是皮本身就有了 不是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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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什麼肉 因為這個是突出來的 這就是斑痕 斑痕是什麼 就是我們人類 受傷的時候 的斑痕 牛啊 羊啊 它也會受傷 譬如說它走到叢林裡面 被這個樹枝刮傷 刮傷流血 刮傷 刮傷的傷口 好像就變成這樣 不是整張牛皮像白紙 都拼拼的 都沒有切一件 牛皮也有啊 有的地方有折痕 有的地方有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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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為什麼 那個 你的牛走過草叢去 那個草的那個 種子 草就是那個碎 它的那個種子 掉到那牛的身上 沒有人去給它剝啊 那個 那個種子啊 就會慢慢慢慢 它只要一隻都停在那裡 就看到牛 牛的肉裡面起 皮裡面起 那你在最後再做這個皮的時候 欸 那個地方就一個 一個凹洞 就把那個 那個種子 那個地方把它弄 清除掉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洞 所以我們再買這個 擠皮布 這樣這個擠皮布 它有的時候整張皮 欸 這邊有一個洞 那就是這個 這個原因 怎麼會有一個洞呢 牛 羊活著的時候 它身上不可能有洞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 所以那個什麼 完美主義是要滾蛋 你不適合玩刀 我們要 也要解釋 讓你清楚 這個很辛苦 這樣 你要玩刀一段時間 這個東西 都不比我再講 你就基本上 知識自己 應該有 那假如喜歡那種挑剔的 你就去玩 珠寶 珠寶最 最適合 那你每個珠寶都很漂亮 價格都很貴 那一個珠寶 有時候幾萬 幾十萬 小兒科的這個價格 好 那這個就是皮罩 這皮罩要看什麼老 它有一些調色 這個皮不是這個顏色 這個皮是那種淺黃色 甚至有點像這個的顏色 再深一點 然後這個是染色 染色的東西 你看 就樹脂 樹脂 樹脂類的東西 它久而又老 會掉 或是被 東西掛到 這個都是正常 只要這個不能 你就去玩別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不是要收藏刀 好 我們講這個刀 你看這個刀 我剛才講2010年 你看這個餅 白白的 所以有一點 因為它這邊 為什麼有一點 它這邊有一點 稍微有一點凹 就是 骨頭不是 每個骨頭拆下來 都是平的 整個鹽滾滾的 沒有 骨頭有凹凸凸凸 但人的骨頭 有的是更厲害 譬如說有斷過 它還會腫一塊 就是這樣 那個 那個地方會 增生 增生的話 牛還沒有 因為牛沒有那麼長的壽命 但是 它 並不是整個 牛骨頭都是 欸 像 棒子一樣 沒有啊 它有凹 骨頭 因為骨頭 骨頭是這樣 兩邊大 這樣 那 這一個 為什麼會這麼白 它沒有什麼 顏色 很多 有的很久的 刀 它會 它因為在玩的 手上的油 從這個 骨頭裡面 滲進去 那個 它有一些 那個 蛤蛾式管 滲透 它就會再 給它染色 染色 所以它 很多 骨柄 你看油油的 還有你在 在擦的時候 你只要用油 譬如說你要怕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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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瓦式格 這個鋼材生鏽 你會去給它上 油 油上多的時候 它沒辦法揮發 它 它就會滲透到 骨頂裡面去 就給它染色 但染色 沒關係 這就是自然 染色有時候看起來 欸 反而比較好看 它有一種特殊的味道 只要你不是亂七八糟 骯髒 胎溝 那個 都很漂亮 所以 所以 有的人在摸摸摸 染上一層 手上的油脂 染上一層 特殊的顏色 那個也很好看 就是它 年紀 大 它有它的特色 你看這個骨頭 骨頭 骨頭 其實骨頭是兩層的 它外面是皮質層 裡面是海綿層 海綿層就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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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沒有處理 它這個 以後就會 容易 髒的東西 還有水分之氣 這骨頭容易 捕爛 或者是叫腐敗 所以 通常它都有處理 通常 那你自己也要處理 就是說 假如說它有那個 刀場做這個東西 它不是說 花幾個小時 它就在線上這樣跑 都會有不完美 所以 通常家不是拿一個東西 不完美 就在那邊 靠腰 你要有這個能力 是把這個刀照顧好 這就是 你要學習的 知識跟技術 所以你要 譬如說它有什麼完美 你要把它修飾得好一點 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刀在研磨的時候 有時候不會很好 甚至有時候會有切口 新的刀就有切口 當然 有時候 它在磨的時候 它只是花個 一邊花大概十秒鐘 然後另外一邊 就花十秒鐘 因為它是 它是在磨 磨掉 開封的時候磨掉一些鋼材 所以那個 那個 沙袋 那個沙袋 就是沙紙做成 環狀的 袋狀的樣子 套在那個磨人上 來磨 那個都很有磨效力 磨效力 所以你不可能在那邊 磨好久 磨好久 就已經磨掉一大堆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說 只能過一次 然後這一邊再一次 這樣就完了 所以有時候它收口 譬如說它左右手 左撇子 它在這邊的時候 它就 一邊會弄 不是很完美 這時候你可以在 透過自己的研磨 來給它修整 有切口的 你要把它 調整它的韌銀線 就是把它 切口的地方 的線路把它拉直 拉直 這個就是 這個收藏家做的事 那你 只會收藏 你不會做這些事 那你就不是收藏家 你就是一個 買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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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都是買刀的人 只要你有錢買 你就是買刀的人 收藏家不是這樣 收藏家有的人 萬事通 很多東西他都知道 因為他為了 要去 譬如說有時候 為了要 要 要 這個 知道皮套怎麼做 他變成一個做皮套 做皮包 那個 的專家 因為他斜行 然後去實證 他的 東西 所以很多 收藏家 都會做皮套 只是說 好壞而已 有的很專業 有的會 做皮 刀 那有的會 懂得這些 什麼機械 機械的東西 譬如說 甚至 連電探 他也懂 好 那麼這支刀 講 那就是 十四寸的薄一刀 薄一刀 薄一刀 有很多歷史 要講很久 我們就不講 我們講到 超生 那這個是 這個大馬四隔鋼 大馬四隔鋼 大馬四隔鋼 512層 這個是 美國的阿拉巴馬 煉鋼上 這個做的 他是一個鋼層 他是鋼層 所以他 美國的 幾乎 在自己做 定製刀的 這個 這個 製刀師 是他們使用的 大馬四隔鋼 有大概 有八成是來自阿拉巴馬 那個 煉鋼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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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自己要做 大馬四隔 很麻煩 很麻煩 除非你有很大的量 要不然你自己工作 一支一支 會很瑣碎 而且 你做的數量很少 你的技術不會進步 也沒有多少時間 可以練習 那要專業的 他才 他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他才可以知道 那個 什麼 花紋 要怎麼去折疊 怎麼去斷打 那現在很多都用焊接 焊接鋼塊 然後 鋼片 鋼錠 然後去打 所以你要懂焊接 你只要不懂焊接 沒有焊好 有時候這個做出來的刀 會有夾渣 或者說 這個 裂開來 所以 常常會發生 越長的刀 越長的大馬四隔鋼才 越容易發生 這種問題 所以大馬四隔鋼 越長的價格越貴 所以你不要看這麼長 這是四四寸 光鋼才就要一百塊美金以上 這個刀胚 這個刀胚 因為它算蠢 當然你去買中國大陸做的 或者是 巴西斯坦做的 大馬四隔 那個就 沒有那麼值錢 甚至 很便宜 我以前有個朋友 那 那是 就帶一匹香的 那個大馬四隔的折刀 他是巴西斯坦來的 如果到美國去賣 一支賣多少錢 結果想不到 一支要賣五塊錢 他是去玩 去玩然後帶一大皮箱 大皮箱就知道 問我要不要 因為那個東西 我找我賣 這個 不太好賣 在台灣 台灣這個刀是很難買 那個 有時候 第一個 很多人都在玩中國道 兩百塊的 所以他 他只要花一千塊 他就花不起 他 有錢 但是他也花不起 因為你常常在買 兩百塊的東西 你只要去花兩千塊 兩萬塊的東西 他等於他已經習慣了 他沒有 你沒有買過兩萬塊的東西 你就不會 碰到兩萬塊的東西 你就不會停 那你假如 常常都買兩百塊 像你兩千塊 你都買不下去 這就是一種 他一種視野 你沒有到那個層次 你就是有錢 你也沒有 沒有那種挑戰 或者是說 那種欲望 去做一種探險 這真的就是叫探險 探險 探險有很多意思 不是照你講到荒山裡面去 去發現什麼奇怪的野獸 還是什麼寶藏或者說秘境 那個才叫探險 因為這種對它荷包有危險 這個刀就是美國做的 美國做的 這邊有這個石刻 這石刻你看不太清楚 因為它是用雷射 雷射石刻 受到花紋的影響 它就看不清楚 就是這樣 但是他們現在都不用這個鋼印 因為以前他們用鋼印 打一千支鋼印的報銷 做一個鋼印要很多錢 不是做一個號碼 做一個號碼 它是做整個鋼印 它很爛的鋼印 那很便宜 那中國大約一個幾百塊 一二三五六六十 大概四五百塊 但是這個它是用石刻 石刻就沒關係 用雷射去燒 雷射本來就是一個消耗品 所以它沒有說會燒壞的問題 那麼這個2010年 它用這種字體是在2010年開始 所以這個刀就是2010年 你看它這種叫做白牛骨 你不要看這個白牛骨 你看這個 好漂亮 或是說牛骨都沒有加工 這個最基礎的 這個一定很便宜 你拜託 一般牛骨上面都有切線 有的甚至有裂粉 所以你沒有加工的白牛骨 要這樣都沒有瑕疵 很漂亮的 很難 而且牛骨它我們起的時候是起平的 平的話你要很大片 像這個這麼大 這個都是這個進骨 這個牛的那個 牛的進骨比較長 而且它常常在承受這個牛的體重力量 所以它的密度會比這個尖峽骨 還是這個這個什麼那個 那個那個上背的那邊來著密石 就是說密度比較大 那那個 一般來講 那個牛骨它都沒有這種很完美的 很完美的才會顯出來做白牛骨 沒有的沒有完美的都做成刻痕 就可以把那些 譬如說不完美的地方蓋掉 或者把它弄掉 就變成這樣 這樣 所以你同樣這個東西在刀場來講 它賣的是同樣價格 它並沒有差 但是 在價值來講 這種就比較少 比較少 物以稀為貴 所以你要買一隻白牛骨的刀 有時候你買不到 買不到 因為你買到的都是這種 這個叫 鹿角牛骨頂 把牛骨做成鹿角的樣子 鹿角這樣 其實它這個鹿角的樣子也不是長這樣 因為它這個是規則性 規則性 就是機器做了才會規則性 要不然真的鹿角就亂七八糟 你看它這個都可以看出這個機械在上面滾動的這個痕跡 當然判斷是真的鹿角還是假的鹿角 這也必須要有經驗還有技術 這個 我現在判斷大概一百隻九一九隻都會正確 這個 一般人就不會 有很多賣刀的人 他們都把這種東西當作真的鹿角 它不是故意要騙你 但是它不懂 你從不懂的人買東西來 你也變不懂 就是這麼簡單 你看這個 很漂亮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秉儀就知道 它會黃光 它會花亮 就是它有跑光 骨頭是沒有拋光的 來了之後 表面是粗粗的 像那個塑膠 那個ABS ABS塑膠那樣粗粗的 這個都拋光 你自己沒事 你假如在玩的時候 你也可以給它拋 就拿那個0.5的 0.5 不必很用力 但是要稍微用力 不必很用力 它就會亮 當然你用拋光劑也可以 拋光劑就要消耗 這個可以用很久 你一般人不是專業的整天在弄 這有時候 這一片 用了四五個月 都還有人在用 我現在碰到一個 我送 買這個 好像皮帶 送他一片 三十文明 過兩年 他居然還在用 他弟弟還跟他繼續用 一片十幾塊的東西 他用了兩年 想不清楚怎麼用 很厲害 那我也這樣 不這樣給他保 那就會亮 這裡就這裡 有的刀場來 新刀他會去給它 噴漆來保護 尤其這個大馬四伯 他會噴漆保護 我們剛才看這隻刀 他這表面 他就有噴漆 看得出來也會發亮 噴漆的亮光 跟這個亮光 其實是不一樣的 厲害的人看得出來 他這邊有一塊 被插上 被插到 所以那個漆掉了 所以你看 這原來是噴漆 還有一層 一層很薄的墨 給你看一下 你可能沒看過 在這裡 但是 會感到 好 沒有 採聽 的是 這樣子 對 就 要 想使用 抵护 那 也 多 一層 最後 可以 嗯 嗯 嗯 那些地方可以了 是 Jason 这牛骨有的时候它有很小的这种裂痕 这有个肋脏人说久了又有那种情形产生了很糟糕的问题 这一次就没有 这也是延长刀刃基本上不是非常锋利 你等下来很锋利你还要再 你还要再 你还要再用这个水磨死人 这个表面你会看更有的大马四格 这上面有上保护漆 你看这个很黑 它这个比较亮 它这个是有抛光过 稍微抛光过 你可以 因为以前有人在问 它这个看起来旧旧的 那个纹路黑黑的 那你可以自己用沙子 轻轻的抛 要太用力 太用力的话 你就会把这个 它这个十颗 就是那个 那个 洗出来的这些花纹把它磨平 磨平 这些花纹有的就看不见 所以你要轻轻的 轻轻的 久了它都会亮 它都会像这样都会亮 这护手 护手是黄筒 那么这一只大马四格 这个白牛骨 波伊道 这次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